NCC要求市政府要开放公有建筑物设置大各大的基地台 市政府也特地邀请NCC的官员到市政府演说 有关于设置基地台以及民众对电磁波所疑虑的问题 市政府用具体的行动来表达对国家政策的支持 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也就是NCC的官员 用侦测器现场为市政府官员量测使用手机的电磁波功率 并且强调智慧型手机的每平方公分毫瓦电磁波 比传统手机要来的小 而同样距离护眼台灯的电磁波就比手机要来的更高 市政府特地邀请NCC官员到市政府发表演说 为民众担心设置基地台和电磁波的疑虑说明解释 NCC官员也强调国际卫生组织和国际严正组织的统计资料显示 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证据指出 大哥大基地台的电磁波会导致炎症 因此被国际列为导致炎症的几率和喝咖啡以及吃泡菜 罹患炎症是同一等级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WHO的一个报告里面 从现在到目前尚未证实 等于说没有证件来显示 跟手机电磁波跟健康的余力有什么影响 这是目前世界卫生组织的一个报告里面 而且他这个报告已经好几年的研究 而且长期的做了研究 觉得说手机电磁波跟健康的是没有直接的影响 而且在国内卫生福利部也有做过相关的一个研究 他十年内他在最近的一个报告在去年 有我们国内从2000年到2009年 有相关的卫生单位跟我们国内的一个等于说一些相关的一个医院 还有国际的一些医院有做过一个报告 这十年内我们手机的门号增加将近一千万戶 可是这十年内因为脑病变发生了人数大概只有76人 而且这76人都是比较是所谓长辈级的 所以由这两个做一个相关的一个比较 我可以证实说我们手机电磁波跟脑病变是没有直接影响 NCC官员也绣照片表示 NCC在自己的办公大楼上面就装设许多只大哥大基地台 也鼓励其他公家机关开放设置基地台作为表率才能够鼓励民间跟进配合 而现在很多是要设置微型或小型的基地台 大小就像无线Wi-Fi盒子一样大 微型基地台就类似我们家里用的Wi-Fi 我们家里常常有小孩子要上网或说他们有Wi-Fi 所以微型基地台其实跟我们小那个Wi-Fi 那个等于说家用的Wi-Fi一样 所以可能民众也不用担心 那家里如果有在使用Wi-Fi就晓得 那Wi-Fi其实对我们那个健康都没有什么余利 所以在使用微型基地台或相关的一些 等于说我们大型基地台这方面都可能可以安心来使用 NCC官员也感谢市政府的支持给机会说明和推广 用具体的行动来支持国家政策提升基隆的通讯速率和品质 记者吴俊松采访报导